其实我一直来我告诉你 我都是Exponet 或者是Drama Center的常客 可能我是一个喜欢看戏的戏精吧 我爸爸是一个很喜欢看戏的观众 所以至少他就跟着他 就看乐剧 潮剧 京剧 所以在听戏 看戏这个环境长大 就对这个地方戏曲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的家的附近就是靠近了钢州会馆 那么我就要求我爸说 反正在放假等成绩 那么你就给我去钢州会馆 听听人家怎么样唱戏 那么我老爸说 好 你可以去 这是一门艺术 那时候我爸爸已经觉得那是一门艺术 那么我很幸运地在钢州会馆 我就认识了胡归星老师 那么我就做一个旁听生 从旁协助胡归星老师 学习剧本 怎么样去整理剧本 怎么样去准备一些后台的工作 所以就成为了他得力的住所 那么我就跟随着胡归星老师 就是几十年跟随着他 1981年成立了敦煌剧本 但是那时候敦煌剧本 是没有固定的地址的 我们是过着那种流浪式的 戏剧生日子 也就是说没有固定的场地给你 我们就去接一些地方 接社会馆的地方 或者是一些联络所的地方 作为拍戏 在这个戏剧的研讨会的时候 曾经有一位专家就问了一个问题 她说 卢小姐当晚我们在台下 看你演《七娘聊公乐》的时候 我们还以为台上的那个男爵 是一个男士 想不到台下是一位女士 她说台上的男爵是演得那么豪迈 粗犷 你怎么去演的 我只可以说是 在上到舞台 那个不是我自个 是百分之百的投入那个角 在台上我时常告诉我自己 我要做一个百分之百的男人 在台下 我做回一个百分之百的女人 我很想因为舞台上给我一次机会 演一个淡绝 所以我就筹背演出了黄西凤 所以朋友就问 好演不演 演一个坏女人 黄西凤 黄西凤我挺喜欢的 因为什么 虽然她是一个 令人讨厌的一个女性 其实她是一个反映的 好像我们现代社会的一个女强人 一个很可悲的女强人 很无奈的一个女性 那时候对我来讲是一个挑战 你四十年在舞台上是唱森绝 闪子是唱 他们叫是平侯 也就是男 男生的唱腔 四十年后你可以唱淡绝吗 很多的这个高音 你偏向走向女高音的唱法 淡绝的身段行吗 我说行 因为这二十年来 我在教学生的过程中 其实我是在锻炼我自己 磨炼我自己 所以对我来讲 到了今天 年龄虽然是大 但是艺术的路是越走越远 艺术的大门是越开越大 你一定会去吧 但是在此